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我们说的故事是不爱穿裙子的美丽 这一集故事的主角是阿旺 因为他是男生 为什么他会穿裙子 穿裙子去学校会很奇怪吗 那就让我们来听这一个故事咯 最近班上转来一位新同学 老师说他来自遥远的国家 这个国家的名字叫布丹 以前我们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新同学他叫做阿旺 他有一双圆滚滚的大眼睛 脸上总是带着甜甜的笑容 阿旺跟我一样是男生 不一样的是他每天都穿裙子来上学 阿旺穿的是连身格子裙 裙摆长到了膝盖 脚上穿着黑色的长筒袜 配上亮晶晶的黑皮鞋 真像一位帅气的小绅士呢 下课的时候 我常常和阿旺玩在一起 荡球鞋 溜滑梯 爬单杠 阿旺动作很迅速很利落哦 一点也不受穿裙子的影响 很快的 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 可是班上有些同学 总是觉得阿旺很奇怪 经常聚在一起讨论 阿旺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阿旺怎么会穿裙子呢 阿旺为什么爱穿裙子呢 好奇的同学 常常追着阿旺问 为什么你穿裙子上学啊 有时候 阿旺被问得很心烦 会忍不住 大声回说 谁说男生 不能穿裙子啊 有些同学 喜欢在阿旺的背后 装模作样 模仿他穿裙子的样子 他穿裙子耶 有些同学会用怪异的眼光 不要跟女生同一组 我不要跟阿旺同一组 阿旺难过地低下头来 两个眼眶红了起来 还有一次 还有一次 几位调皮的男生 趁着阿旺玩跳绳的时候 故意掀开他的裙子 阿雄还对着他大叫 男生爱穿裙子 消消脸 有些同学也跟着起哄 害阿旺哭得好伤心 好伤心 为什么大家都要笑我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 阿旺都没来上学 只看见他的爸爸和妈妈来过学校 几天前 老师告诉我们 下个月的课程主题是 奇妙的衣服 要进行一场 叠开身面的服装秀 那天 我们要穿上 家乡的传统衣服 也欢迎家人来参加哦 欢迎各位家长 来参加服装秀的活动 请各位家长和小朋友 轮流上台 展现自己的传统服装吧 大家掌声鼓励鼓励 服装秀 这天上午 走秀的时间一到啊 首先 小美和妈妈 穿着阿美族的服装上台 小美穿着红色的围裙 圆领长袖的短上衣 挂着五颜六色的猪恋 还戴着羽毛的帽子 就像一位美丽的小公主耶 接着阿布和爸爸穿着布农族衣服上台 阿布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背心 上面有百步蛇的菱形花纹 哇 哇 就像一位神器的小勇士 接下来登场的是小林和妈妈 小林穿着客家花布做的粉红色裙子 上面开了一朵红色的牡丹花 就像一位害羽毛的小姑娘 终于轮到阿旺家人上场了 阿旺和爸爸 弟弟都穿着袖口宽大的裙子 黑色的长筒袜子 配上一双黑色的皮鞋 那是他们的招牌服装哦 服装秀结束后 老师对我们说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 不同国家的人 穿的衣服不太一样 裙子不只是给女生穿的 有些国家男生也穿裙子哦 像布丹 缅甸 马来西亚 接着老师又说 布丹男生穿的裙子 是长袍 当地人叫他果 缅甸男生穿的裙子 当地人叫他龙鸡 马来西亚男生 马来西亚男生穿的裙子 当地人叫他沙龙 我们听了都觉得奇妙又有趣耶 老师说完 转头看着阿旺 会心一笑地说 谁说男生不能穿裙子呢 这时候阿旺也露出了笑容 从那天起 下课的时候 阿旺 我 还有同学们 常常在校园游乐场 一起捉迷藏 一起踢足球 一起跑跑跳跳 欢笑声充满整个校园 来啊来啊 来踢球啊 好耶好耶 你追不到我 有时候 我们玩到一半 还会开玩笑地对阿旺说 谁说男生不能穿裙子啊 这时候阿旺也会笑着说 对啊 谁说男生不能穿裙子 从此以后 大家对阿旺穿裙子来学校这件事情 再也不觉得奇怪了 阿旺的朋友越来越多 笑容像春天盛开的花朵 越来越灿烂了 好 这个故事说到这边 小朋友 你还会觉得穿裙子的男生很奇怪吗 有些国家的男生就是会穿裙子哦 所以如果你是阿旺的同学 你会怎么做呢 我们是不是要尊重别人的服装 还有文化 不要乱嘲笑别人 对不对呢 好 希望你喜欢这个故事 我是矮游叔叔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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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